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四南村剧场 我说好吧 那个剧场我还没去过 那LPC不管是什么 跟表姐妹去看戏 总是开心的 我就去了 结果去了 我就经历了一场 非常惊喜的音乐剧的演出 那我立刻拍板 就邀请了这个音乐剧的制作人 陈武明来到我们的节目 哈喽 武明你好 依珍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天我去看的那个西洋音乐剧 真的是很特别 在台湾恐怕是一种创举 那我们先从LPC讲起 好不好 这个剧为什么叫LPC 会有剪写的原因 就是因为原来太长 所以就会有剪称 那这部剧的剧名的全称叫做 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 所以真的很长 音乐翻成中文的话 就是我爱你 你很完美 但现在改变吧 就是因为太长了 包括说国外的观众都觉得 我不想讲那么长的剧名 就比如他们去买票的时候 就是麻烦给我一张 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 的票 对 这也实在太长了 所以他们就把中间的三个关键字 Love Perfect Change 这三个字 LPC 变成这出自己的简直 了解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love Perfect Change 真的就是一个人恋爱的一个过程 一个三个重要的阶段 不管有没有结婚 真的 就是一开始呢 你就是会 不小心跌入爱情的陷阱当中 然后接着呢 哇 两个人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彼此都觉得非常完美 然后接着呢 你很完美 但是现在你跟我结婚了 或者我们交往久了 我希望你改变 你要为我改变 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听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但是你刚才有讲嘛 就是说国外的观众 而且你用标准的英语发音 讲出了这个全剧 所以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剧是一个英文剧吗 对 我们这次是用全英文的 所以等于是大家原汁原味的享受到 如同这出戏在纽约 在伦敦 在国外演出的状态 所以他 我听说他是一个外白老会的戏 对 他当初是1995年的时候 在纽约的外白老会剧院来做开始演出 演出了将近十年之久 那也是外白老会现在史上第二长寿的一部戏 所以所谓的外白老会是说 他是在白老不是在Browave Show那里演出 对就是 比较小的 他是比较小的 那他的位置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白老会的外面了 所以就是主要的街区 白老会主要街区是在纽约曼哈顿的 大概40阶到50阶之间 然后白老会的白老会跟第七大道之间 这个交口 我们叫做白老会的剧院区 但是这个剧院区的外围 其实有很多比较小的 大致上是500席以下 200席以上的这个剧院 那因为规模比较小 就可以做比较 譬如说实验性的 或者是说跟观众距离比较近的 那比起大家熟悉的狮子王啊 格局面影啊 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 你说的很好 因为那天我去那个四四南村剧场 是在我们台北 那个101大楼附近 没错 原先是一个眷村的文化区 然后有一个 他那个应该是仓库改的吧 那个剧院 对那一共有连三栋 就是以前的眷村的建筑物 那现在一栋就是所谓的眷村文物馆 然后另外一栋是那个 咖啡馆卖杯狗的好秋 然后再一栋就是我们这个剧场 所以三个连在一起啊 倒是很有得玩 那么这个剧场 你刚才讲说那个外白老会 大概有350到400多个座位 那我们这个剧场 我们更小了 我们这现在大概只有130到140之间 就是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感觉 是但是他的天花板蛮高的 所以还蛮适合当剧院的 那你们在那边连续演出了很多场 我知道这是一个就像你说的 他在外白老会啊 纽约伦敦等等都演过很多很多场 那这个LPC 听起来很像一个名牌的名字 你知道吗 他在台湾演过几场了 这部戏其实我第一次做很久了 我第一次做是在2007年的时候 那很久了耶 那个时候在皇冠小剧场 对 更久以前的在皇冠小剧场 那个时候演了35场 是吗 你那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 要做这种小剧场 其实那个时候还不太确定 也没有现在一样脑袋那么清楚 那但是就觉得想要做一个尝试 所以那次就先做了 然后其实成果就很不错了 成果就很不错了 那当然那个时候 包括所有的那个制作的模式啊 然后财务的模式 然后演员的状态 市场的生态 都没有现在这么成熟 那只是我做完之后 我后来在过去10年 2011年到20年之间 其实我都在做 亚洲跟全世界的 那个阿卡贝拉音乐的交流 对你是很有名的 那个叫做神秘失控乐团 那天我一走进剧场 那五名呢 就上来跟我打招呼 然后就很兴奋的说 我有上过你们制作的节目哦 然后哇哪一场啊 那原来真的是 很久以前就是神秘失控啊 就是阿卡贝拉 完全用人声唱歌的 所以你其实在制作这个LPC之前 你一直都在神秘失控乐团 然后我们都在跑来跑去 因为我同一时间 有另外一份工作室 在做阿卡贝拉交流 然后我们办的是 亚洲规模对待的阿卡贝拉音乐节 其实啊 说起来我们也算很有缘分 真的 许久以前呢 你还跟我们趋势科技一样啊 对 是个资讯工程师 对 在大概20 大概在1999到2004之间 那我那个时候也都在那个 也刚好也跟我们趋势公司很近 在那个东华南路的尾巴那边 乖乖的在机房里面 当我的工程师 那你那个叫外趋势 因为我们在东华南路的内部 你在外面 对 我在外面 是 那怎么会 因为说真的 我接触的资讯工程师 实在是很多 是 那通常比较多那种 比较安静的严谨的 然后非常聪明 那你怎么会从一个 也曾经是正直哦 不是说学校读一读就算了那种 也曾经担任正直的资讯工程师 应该是薪水也很不错的 因为我们这一行是比较在行的嘛 是 那你怎么会舍得放弃量的一个工作 然后投入课 可能很多人会质疑 是不是有钱赚的 A CABELLA的合唱团 是 其实我当初大学毕业之后 我的梦想的确也是 那个时候在资测会上班嘛 然后那个 资测会耶 是金饭碗 对 在资测会上班 那那个时候 小弟不才 也考了那个 那个趋势认证工程师 那个PCSE的证照 这个可以加薪不少 对对对 那个真的 因为我们主管就说 就是考一下 就隔壁啊 走过去 然后投一罐 那个一块钱的饮料 再拿回来 顺便帮我投一罐啊 对 我们的饮料很便宜 那我就 但是同一时间 其实我在大学 高中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 看音乐剧 那就对音乐剧很有兴趣 那那个时候 当然只是纯粹欣赏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说我们在学校里面 来玩玩看 演演看嘛 所以等于在大学的时候 我编写程式 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 其实就在台上 唱歌跳舞演戏 所以那个时候就 种下了一点点的 那个基础跟发展 那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 我们几个好朋友 以前唱音乐剧的好朋友 组成了一个 阿卡佩拉团 叫神秘失控 那神秘失控 又很棒的事情 是后来我们在神秘失控 也拿了台湾的冠军 然后后来去 那个奥地利的Glass 也拿了世界大赛的冠军 然后后来出了唱片 又入围了进去讲 然后后面又开始 有一些出国巡回的机会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说不定 说不定有机会 把我的人生稍微翻转一下 以前是想说 我就当那个产业分析师 然后接下来当那个 证券分析师 然后那个准备财富自由 所以说真的 不然不是了 你一定有一些 除了会唱歌之外 有一些会经营的本事 因为不然你说 很多合唱团也很多 我们也有欧开 什么人生合唱团 也不少 但是你能够 这样带着一个团 听说神秘失控 是我们台湾延续最久的 一个人生合唱团 对到今年已经有20年了 不简单 那你觉得你们的诀窍是什么 因为绝对不会说 是你们唱得比别人好而已 唱得比我们好的人 其实比比皆是 那但是在经营一个 阿卡佩拉团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 团圆之间的默契跟感情 以及大家在音乐上面 有没有一致的目标 想要呈现的事情 那以神秘失控来说 甚至不只是我 那还有其他的团圆 一半以上的团圆 都为了神秘失控 去改变了一些 他们自己的人生 比如说本来 可以在大公司上班的剪接师 他就不去公司上班 他就freelancer 因为要配合演出 那我为了 还能够去接演出跟出国 我也从职社会离开 然后变成freelancer 那有牺牲 然后有奉献 然后大家有一致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能够 到现在还在持续往前走的一个原因 真的很难得 所以你听你讲讲 好像是因为 大家有共同的理想目标 然后愿意牺牲奉献 所以在一起可以 可是也需要有一些策略 说我要出国演唱 我要参加军曲奖 或怎么等等 不然也很难生存吧 我其实后来 神秘时空的团长是由我来担任 那我对他们最大的福利就是团长 就是那个不是拿来发号实力 团长是拿来服务大家 比方说去买便当吗 叫饮料吗 对或者是要拉着大家一起去想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团里面必须要有一两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驱动力 拉着大家往前走这样子 那当然我就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自己也清楚知道说 我是比较爱去想说 那接下来干嘛 我们短中长期要干嘛 那说的更夸张一点 就是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策略会是什么 所以我跟你谈话了几次 短短的就感觉到 你是有一些经营理念的人 因为你看你一讲就讲到愿景 任务 这些都是我们在企业经营上面 一定要先讲的嘛 那我当然接着就是想问你 关于这个音乐剧 LPC 那我那天去听的那一场 也就是今年的4月17号晚上 是有人包场的 然后呢 刚好是你们第80场的演出 没错 那你刚刚讲的那35场 在皇冠小剧场 那不算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到 到现在到底是一场呢 什么时候开始的 如果是我经手的这部戏 就是2007年演过35场 2021年演过35场 所以在那80场之前 已经演过70场了 所以您看了刚好 等于是我经手生涯的 第150场的LPC的演出 OK 所以不只是80场 但是你们在四四南村呢 在四四南村一共要演152场 计划 计划 那我那天去看的是 第80场 四四南村的第80场 就是2020年 对 你们开始在四四南村演 对 应该是2020年开始计划 因为那个时候 原先我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 那突然没有了嘛 那待在台湾 有一天我在2020年的时候 我就碰到我们的监制 然后也是南村剧场的主理人 大清华传媒的马天宗老师 那马哥就问我说 哎吴米亚 那个你以前做的那个LPC 我觉得不错 要不要来我们南村剧场做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说 好啊 然后就决定了 我们就决定要来去试试看 因为那个时候 在2020年的时候 南村剧场刚成立 那马哥做南村剧场的目的 也是因为希望 松动一些 我们在传统剧院里面的 演出的模式 经营的模式 因为民间的剧场 比起公家的剧场 它少了一些 需要去广泛的服务 表演艺术团队的这个责任在 哦 我懂 对 因为我们在 你可以就是以经营为主 对 我们可以经营为主 可以以市场的状态为主 所以它比较有可能是 拉比较长的租旗 所以这样说来 你们都没有得到文化部 或什么部的补助啊 什么 完全是那位马哥 出钱 然后你们就一场又一场的演 然后我听说 也收支可以平衡的 到今年四月为止 有赚钱 有赚钱 我甚至想要大声的说 有赚钱 耶 有赚钱哦 这件事情 我帮你说 谢谢 因为这件事情通常 在剧场界 表演艺术界不太发生 甚至大家不太谈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 要 该怎么说 是我们现在一些 表演艺术界的一些问题 要去慢慢的去 变化转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好像听你说过 你不把这个剧团叫剧团 你把它叫做活性界面 对 是一个制作公司 制作公司 对 那公司的话 那他就是 有一些公司的章程 然后就是 以盈利为目标 因为我们只有盈利事业 或非盈利事业 那公司就是盈利事业 是 那在这盈利事业呢 我可以说你们 这个是 算是定幕具吗 可以怎么说 因为在四四南村 然后呢 每个 每个礼拜 四五六日 三四五六日 三四五六日 都有演出 演出六场 是因为礼拜六演两场 对 就是其他都是晚上场 是的 就是七点半开始 对 那但是礼拜六还有一场 是 是两点半 是 这样连续的演出 那所谓定幕剧 其实我们台湾政府 也尝试过很多次 是 好像在雪原剧场 雪原剧场 或者是 我们台泥剧场 是 也大家都希望 就是同样的一个剧 一直演 是 然后不管就是 很方便的时间 你走进去看 就有得看了 是 然后可以持续一阵子 没错 就像我们百老会 什么狮子王 什么一演演个十几年 猫啊 什么这样子 对 那他们都 那个不仅做得很豪华 也没关系 可以一再的用吗 是 但是 据我所知啊 应该是算我们台湾的定幕剧 唯一成功的 而且还赚到钱 对 我听到觉得好兴奋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台湾太小 嗯 观众人口太少 是 定幕剧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 但是 很高兴听到有人成功了 那 诶我们 这样子也算把人家掉足胃口了 我们来谈一下说 是 这到底是一出怎样的 是 剧啊 呃 这个故事 然后怎么能够演那么久 好不好 嗯 呃 LPC这部戏呢 其实是集合了 20个 关于人生路上 以爱情为主的 一些生活场景跟片段 嗯 他每个篇章之间 其实是彼此独立的 对 那由四个演员 两男两女 嗯 分别不停的交错 这些不同的场景 嗯 大致上有随着一个时间轴在推移 就是从呃 可能年轻的时候 对 你第一次去约会的时候 那样的紧张的心情 嗯 然后甚至搭讪是什么样子 嗯 进入热恋是什么样子 结了婚之后呢 生了小孩之后呢 中年之后呢 甚至老年 甚至你一生的挚爱 是 离开了你之后呢 对 你的爱情场景 嗯 会是什么样子 嗯 其实它大概是浓 一个浓缩的人生时间轴 对 的感觉 然后从中间切片 嗯 切片出来给你看 对 那编剧跟呃 作词作曲都非常厉害 所以他能够用一种很轻松的 说好像让你笑得很开心的 对 状态下面 去命中 去命中你 所以 呃 我都常说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 这20个里面 嗯 你一定会有 你曾经经历过了 或者你曾经听说过的状态 不错啊 我在看的时候真的 从头到尾没有冷场啊 是 而且呢 他因为他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 所以很快就过了 还你还不到你 不耐烦的时候 他已经演完了 换一个角色来 换一个角色去 然后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呢 是这个剧场 嗯 我不晓得他在那个外摆老会 是不是也这样设计 是 你们是呃 那个舞台分为前后两个 那前面是演的 那后面用玻璃门隔着 后面是一大排的衣服 各色各样 然后这四个演员 两男两女呢 他每演一个角色 就去换一套衣服出来 然后就配合他的年龄啊 身份啊等等 那我们观众是可以看着他们换衣服的耶 没错 嗯 虽然没什么闲事画面啊 不过就是说非常的特别 然后呢 当的 因为二十个故事嘛 所以当这四个人都换完他们的二十套服装以后呢 哎 你看到那个衣架空了 空了 你就知道最后 人生走到最后了 对 其实纽约并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等于是我们在台湾 针对南村剧场这个环境独创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棒耶 哇太好了 当初其实是因为阴漏就简哦 因为呃 因为我们在南村剧场 他其实是没有上下台 也几乎没有后台可言的 嗯 那 水泥地板 对 水泥地板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你轮 没有轮到你一眼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地方躲 对 所以后来我们 没后台 对跟导演讨论的共识就是 既然不能躲 那就不要躲了 嗯 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下去换衣服再上来 对 那既然没有地方下去 那就不要下去了 嗯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让我们说好 那我们就真的把衣服放到后面 嗯 然后让大家在那边换进 这就是你们的创意啊 是 因为当你跟外白老会 我相信你们要付他们权利金嘛 是的 跟他们商谈之后 拿到台湾来演 是 而且你们是原汁原味 完全英文演出 没错 那些演员 我很惊讶 就是他们真的是自证腔员 是 因为我也在纽约住过 所以我可以听出来 那是自证腔员 还有新加坡的语 的英语啊 台语的英语等等 是 那这些演员 因为你每天都演 听说有三咖是吗 呃 其实总共是11个演员 哦 呃 一起来演 这四个角色 所以他每天是采取轮班 大乱斗的状态 OK 所以你对我 我对不一定就是 这四个人一直在一起 对 所以一共是六个女生 五个男生 然后呃 呃 每一个角色有三个人 三个三个 所以是 那个 C3取1加C3取1加C3取1加C2 C2取1 总可能性 哦 所以总共有 最多可以到53种组合 哦 但是我们大概是20几种 不会说真的就配到完 对 而是看大家有空的时间去搭配 然后呢 哎 大家也不要担心哦 说哦 那他们都唱英文歌 都讲英文 那我怎么看得懂 是 他们的字幕还做得蛮好 对 我们有很好看的字幕 而且那个字幕不妨碍那个舞台的演出 它就在你抬头一看的那个舞台的上方 这个就是地方小的特色 因为我们在大剧场看的时候 字幕通常只能放两边 对啊 所以你看整场戏的时候 你就会只要跳Tango 对 一直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会就比较累 但是我们这次字幕是在我们的演出者的后方 后面的墙壁的上面 对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好像你在看那个网剧一样 没错 字幕是在你的整个眼睛框里面 你不用动 翻译的也蛮好的 就短短的就可以把它翻出来这样 是 现在经过很精心的设计 很好懂的 然后我 我记得还有两个音乐 一个是钢琴 一个是小提琴 现场演出 是现场演出 真的很棒 所以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非常音乐 唱很多歌 唱很多歌 那台词也很多 然后剧情变化多段 因为你知道人生就是这个爱情的故事 是 爸爸中 就是各种不同的情况 有的人想结婚 有的人不想结婚 是 然后会吵架 对 然后会这个热恋 等等等等这样 20个故事 看一下来还真的不累 而且是150分钟 差不多 对 所以7点半会看到10点左右 对 然后我看了也蛮惊讶 说 我怎么没有觉得很累 因为其实这个戏的节奏速度是快的 所以很多人说它有点像那个美剧 情境喜剧 看Friends 看六人星的感觉 对 就是很开心的 对 但是也不是说穷开心而已 对 有感动 对 你看了以后还蛮有感触的 是 对哦 人生就是这样子 一段又一段 各种情况的爱情 然后顺 顺即而过 到最后 可能老伴走了 也许你还会有一段 最后的春天 这样子 所以 从头到尾真的还蛮好看 不过我和他讲说 150分钟嘛 然后非常精彩 因为刚开始呢 当我跟人家讲说 四四南村哦 然后他的票价 是那个前面有桌子的要1800 后面那个座椅子的要1200 那大家都会说 很贵耶 是 那你当初怎么订这家 你这个资讯工程师 然后又好像会计修过三年 所以我想你应该很厉害 很会算 Pricing这件事情 的确是个大灾问 我在2007年 在皇冠小剧场 如果有去过的听众朋友 可能会知道 那个地方是一个 就真的小小的剧场 然后坐起来并不舒服的地方 我那个时候卖 1500跟800 那个时候卖很贵 而且的确 我那个票价一公开 其实就被很多人骂 说你疯了嘛 你怎么可以在皇冠小剧场 卖那么贵 那当然就是 我有很多的 相对应的 这个包套的那个措施 比如说那1500的人 就是坐沙发 然后他可以免费 有节目单什么的 那我们现在过来看 这次我们在南村 前面卖1800的这个地方 它是有桌子的 每个人都可以有桌子 可以用 然后你可以客修 但是你饮料 是要自己去买的 对你要自己去买的 后面有卖 对 那为什么 我那时候坚持 其实如果不要排桌子 然后就可以卖 就可以更多座位 但是因为要有桌子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要让大家感受一个 就是你走进去之后 好像突然来到了纽约的一个小酒馆 看戏的感觉 所以我还坚持说 第一个一定要有圆桌 第二个圆桌上面一定要放小蜡烛 另外还要放跟那个bar一样的那个标价牌 那甚至请大家吃那个糖果巧克力 然后进场的时候放着爵士乐 是 然后昏暗的灯光 一开始就让你转换 原来你要制造纽约小酒馆的气氛 所以这次我不只是在卖剧 而是一个整整整整整整三个小时的氛围 跟体验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很好 因为过去我们在国外居住过的时候呢 是 好像看剧或者听会有这种事情呢 是生活中的尝试 没错 就是很日常的 大家那个周末嘛 就夫妻两个或朋友 就约了就去听个音乐会什么 很自由的啦 那现在在台湾 就大家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 对还不习惯 所以我们反而是希望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使命感 是说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 生活娱乐的习惯 然后看戏是一个很不错的 生活娱乐的选项 这件事情打造出来 那你觉得你这个演了八十多场以来 你说要演到一百五十场吧 即使现在疫情很严重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 对不对 那这一百五十场以来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这进场观众啊 或者年龄层啊 等等的什么变化 变化超级大的 当我去年第一次做的时候 一开始进来看戏的 其实都是传统的剧场的观众 甚至很多就是 我根本就认识是谁的 然后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等等的传统的 我们叫做内圈好了 但是随着这部戏的越来越往后走 那这个是做长销的一个优势 就是你的口碑可以持续累积 而且会累积到票房上面 不然常常演一个礼拜 大家说好看 你要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嘛 没错 就要等明年吧 或者去高雄吧 慢慢的转换下来 现在大概每一场 其实我看几乎一半以上 我们看问卷 一半以上就都是 要嘛从来没有经过剧场看戏 或者是就是真的第一次 或者是三次以内的 很多观众 我甚至在迎接观众进来的时候 我会听到观众说 原来剧场是这个样子啊 而且他们是自己掏腰包买票的 自己掏腰包的 而且他掏腰包了 就表示说 我成功了 那个营造了一个 就是说 他们其实愿意去看电影 愿意去听演唱会 愿意出去玩 但是他们愿意 把这个事情列为选项之一 并且进来消费 看戏 坐在那边 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 然后对他们来说 看完之后 所得到的事情是说 原来这个事情 并不离我那么远 因为往往很多观众 都会觉得看戏 或者进什么 国家剧院 台中各剧院 这好像跟我们生活 没有关系 好严肃哦 是不是要穿礼服 还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但其实我们在四次南村做 然后做这部戏 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说 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 没有那么严肃 对 然后其实是一个 很棒的享受 而且你可以享受 而且呢 就是从礼拜三 一直演到礼拜天 所以你有好几场的选择 对 你就选一个 适合自己的时间 就走进去 这就是定幕具的 是的 的概念 一个概念嘛 就我都在这儿 你高兴什么时候来呢 你就来 是 我也真的非常希望 你一直 一直坐下去 希望有一天可以达到 这个 那我知道你是说 要150场 是 那你这个活性界面 这个公司是为了这个剧而创造的公司吗 对 当初就是为了要去做这个戏 所以刚好 我觉得就干脆就成立一个公司 那不要再用剧团 或者是非盈利组织的状态 所以我还成立的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我预期后面 说不定发展的不错 我可能会需要邀请更多的伙伴 一起进来合作 所以你是有股东合作 那位什么马哥是 是吗 那个 希望他马上就去 目前还 目前还不是 目前当然就是 我跟另外一位制作人为 为主的一个状态 可是 先做好这样的预设 会比较好 但是这真的 对那些演员们 也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我相信他们不是你们公司的职员 而是自由接案 对吧 而且他们有一些 还真的不是很有演戏经验 就是外文戏 什么的 就是他们并不是 几乎都不是念 就是戏剧专业 或者是乐剧专业 出身的 所以有学医的 有学法的 有学生命科学的 哇 各种都有 那 但其实这是个 是台湾的状态 这是台湾一个 很不错的状态 就是说 有机会 有空间 让大家去尝试 自己的兴趣 或者是志向 这样子 可是我想要做到 更进一步的事情是 不但你可以去尝试 而且你还可以想下一步 我能不能靠这个事情 生活跟 生活而且养活别人 养活自己跟养活家人 很不容易 你不止啊 你还养活那些演员 是 现在自由接案的演员 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很多表演呢 为了停损 是 就都取消演出了 是 那这些自由演员 并没有任何的保障 对 那所以如果说 我们这个定幕剧 还是可以继续演下去 那真的对他们 就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这个真的也要靠各位观众 持续的进场支持我们 没错 我身边很多朋友 包括什么 我的表姐妹啦 侄儿女啦 同学啦 各个年龄层的 是 我跟他们讲说 我去看了这个剧 好多人都跟我说 那个好看 我要去 那好像那个口碑 已经传出去了 是 但是也许你们在宣传方面 需要更 让更多人知道 对 需要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需要让大家 更进来一点 那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 所以让很多人 就是考虑说 要不要进剧场来看戏 这样子 但是当然 我自己觉得我们剧场 比餐厅跟电影院 都来的安全 没错 我也都这样子讲 就是你进剧场呢 一定是大家都 都戴着口罩的 然后一定不可以乱交谈 对 更遑论脱下口罩 吃东西 是 所以相对来说 是比 进这个餐厅啊 什么人多场合 对 相对还是安全 而且我们都决定要 而且我们都决定要与病毒共存嘛 是 那就真的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跟勇气 是 但是 当然我很希望你这个LPC呢 继续演下去 但是我也会想说 那你会不会再引进别的外白老会的戏 会 其实我自己还有蛮多想要去做的戏 那就看接下来23年24年25年 其实我们都在做规划了 所以会按照我们的期程一步步去做 那有的戏其实已经在谈版权了 那包括说我们现在也看到 因为LPC的成功 其实也让很多其他的制作公司 或其他的剧团 开始想要做LPC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从用LPC拉近的一个观众来 进来之后 他一定要再看到第二步 他也觉得好看 第三步又好好看 习惯就养成了 那这个不能光靠一部戏 需要靠大家一起 但是你们会指定一个方向 就是都是西洋的去讲英文的 音乐的这样子的方向吗 不见得 那你会不会做金剧 如果可以 如果我有这个 我自己现在学养 好像还不太够 但是持续努力之中 因为一真姐知道 我们做Acapella的时候 最近也都在跟王欣欣老师合作 做难管的跨界 如果有机会做跨界 我觉得会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其实前年 就有纽约的制作人在跟我谈 因为他们在做霸王别籍的音乐剧 那当然也是疫情 所以现在还在持续的开发之中 但都有可能 很好 但是当然我会想说 也许是因为疫情 大家都没有办法去百老汇 所以就在台湾看到 这个西洋的音乐剧 然后感觉也很新鲜 稍微伪出国一下 没错 所以我们希望 当真正能够大开大放的时候 我们这边已经站稳了脚步 做出自己创造的 不一定是跟国外一样的剧 然后有我们自己的风格特色 让我们吸引别的国家的观众 走进我们的剧场 或甚至把我们做的戏 别人来跟我们办却 也很好 像你这个LPC去新加坡演 去香港演 去什么 都很有机会的 好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跟五名聊天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他的创意 然后能够执行的这么好 而且赚钱 是定幕剧 唯一一个赚钱的LPC 希望大家去查一查资料 赶快进场 去跟我一样 很快乐的度过一个晚上 谢谢五名 谢谢一真姐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一文放轻松 我是陈一真 今天非常高兴 跟陈五名聊了许久 而且我们的话题 比较不一样 是在聊定幕剧 而且是外白老会 全英文的音乐剧 竟然在我们台北的 四四南村剧场 连演了八十场 接着呢 还希望再演七十场 有一百五十场 听说是到七月为止 那我今天跟五名聊天 觉得非常开心 就是看到了希望 因为定幕剧 在台湾 一直被认为 是很难达成的任务 因为总觉得 我们的观众人数不够啊 或者是说 这个剧 没有办法一再地吸引人 走入剧场 但是五名做到了 他制作的这个 叫做LPC哦 I love you You are perfect Now change 这样子的一个西洋音乐剧 竟然为台湾创下了首例 能够成为一个 定幕剧的方式哦 不停地演出 那我想一个人要是 有决心 有策略 然后有热情 加上有那个理想 碰到了时机 紧紧抓住 即使碰到疫情 也不退缩 那继续不停地做 总会做出成绩来 所以我今天 真的很为他们感到高兴 也为台湾感到高兴 看到了希望 当然我也很希望啊 我们制作的属于国语的 台语的各种的剧呢 有年轻人创发 自己创造的剧本 也能够变成一种定幕剧 然后呢 在台北啊 或者在台湾各地呢 都能有这种小剧场哦 可以变成市民生活的日常 很轻松自在的 就走进小剧场里头 欣赏一场美妙的音乐剧 或者话剧 或者戏曲 这就是台湾幸福的地方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 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